蔡英文就是小龍女 楊過跟小龍女要配對不對 所以是蔡賴配 對 而且蔡英文年紀也比較大 所以 完全符合劇情 對 然後也滿不食人間煙火的 所以這個 我覺得她的字笔 還滿貼切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未來 我個人認為蔡賴配 還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安排 就可能性比較高的一個安排 所以古木派要繼續執政 我覺得她沒有要退的意思 我覺得蔡英文她的 尋求連任的意志 非常非常的堅定 非常的強烈 雖然黨內外都有很大的聲音 希望她為大局著想 把權力放出來 但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剛好是相反的一個情形 在這種情形底下 其他的人要出來硬跟蔡英文搶 是很困難的 我覺得賴清德也不會做這種事 除非黨內形成共識 蔡英文不管是她甘願不甘願 但是她首肯讓賴清德出來選 自己不尋求2020連任 否則的話 我覺得不會出現說 賴清德出來跟蔡英文初選 然後爭取2020提名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裡頭 還是會透過協商 透過調和 蔡英文不放 她連任的機率就幾乎高達 超過7成 超過8成 這時候賴清德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不可能在黨很危急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在國家大選的時候 這麼多的立委在選 你過去的同志 你在立法院的同事 你在行政院 當行政院的時候 這麼多立委挺過你 人家選舉的時候你不出來嗎 你不出來 你就真的好像say goodbye了 你要出來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蔡英文她也不是笨蛋 她一定會積極的 爭取賴清德做她的副手 不管是真情假意 就是你一定要找賴清德當副手 否則的話 真的讓賴清德被人家拱成出來 當政的總統嗎 所以這個競選照 大概就是這樣拍了 對 我覺得蔡英文也會去 爭取賴清德 當她的副手 可能對選舉來講 也的確是對蔡英文 有利的一個安排 好 問題就是賴清德要不要接受 賴清德她要幹嘛 她不接受很奇怪 不接受就是什麼意思 不接受就說 你我輸的我才不會跟你配 就是只有這個意思而已 這個怎麼能夠讓 那你就太現實了 你就充滿了自己 個人成就厲害的計算 你不要跟一個會敗選的人搭檔 所以我覺得她很難拒絕 難道說我這一年就出國了 譬如說我去美國當個訪問學者 我去歐洲當個訪問學者 我去日本 然後我今年都不回來台灣 這也很奇怪 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 民進黨都生死 陳王子秋了 然後不你的事 早就趕上來 那也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對賴清德來講 她也很難拒絕 當副手的這樣子的一個宿命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蔡賴沛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她不蔡賴沛 她繼續蔡英文維持現在的沛 選舉你就 你本對她選戰也不利 選完了以後 難道賴清德還回過來 當行政院院長嗎 所以這行政院長還要再掛一次 你是說如果維持現在的沛 如果蔡英文當選的話 她落選的可能性很高 但萬一她當選了 難道賴清德還要回來當院長嗎 再當一次炮灰嗎 再掛一次嗎 更難選 我覺得賴清德她可能很務實的 選擇就是說2020跟蔡英文配 讓整個綠營的人 都覺得她很配合大局 然後很乖 那也累積一些全國大選的經驗 敗選了之後大概2024 就是她代表民進黨出來選 蘇貞昌她接了隔魁之後 表現得再好 也很難2024的時候 跟賴清德選總統 所以有那麼好笑嗎 所以我覺得 這對賴清德來講 這樣講一講好像心情也很好 她沒有其他的路 所以也不錯 很好 對不對 遲了以後 她還是副首候選人 對不對 所以真的神雕俠侶了 然後就認真輔選 敗選也不是她的錯 敗選是蔡英文不讓她當政的 然後蘇貞昌是那隻神雕 對 大雕 大雕部長 所以 院長 大雕部長換成大雕院長 所以我覺得對於賴清德來講 應該可以心情很好 還不錯 感覺還可以 這個安排她還能接受 很好 所以民意黨就這樣神雕俠侶下去了 對 現在神雕俠侶 楊過跟小龍女都找到了 神雕院長也找到了 所以就這樣子一路演下去了嗎 身為一個狂熱的金庸女 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她日江湖相逢 再當杯酒言歡怎麼解讀 她日江湖相逢 她日就是表示未來的一天 江湖有人就有是非 有是非的地方就是江湖 政壇就是一個江湖 然後相逢表示 I will be back 我會回來 所以已經有蔡英文了 你還要出來挑戰蔡英文嗎 是 人生有時候 得靠三分的罪意才有勇氣 賴清德正在預告 I will be back 但是她不是 不罪不罷休了 對 所以她日江湖相逢 再當杯酒言歡 就是楊過在神雕俠侶的 最後一句話 自此以後 這個神雕大俠江湖上再無蹤跡 身上有一把玄鐵重劍 所以她就沒回來就對了 沒有 重金戒 她那個玄鐵重劍 沒回來是因為沒有人看到她 但是她其實就在 是因為我們太笨看不到 聰明的人才看得見 沒有那個 但是大家知道神雕俠侶 因為其實她講了好幾次 我現在看起來是在開玩笑 但其實她是有寓意的 因為 她是認真的 因為她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管忠明她也有 她強任她強 好 楊過她身上的玄鐵重劍 拿去鑄了倚天劍跟屠龍刀 屠龍 秀琳姐 她要挑戰金上 所以其實基本上下一集 所以她附身於屠龍刀上 她不是自己回來 她這個話是跟張君寶講的 所以接下來的 倚天屠龍記的武當派 張三豐 所以剛剛立文姐講到說 好像她跟小龍女 我的看法完全不同 她不是要跟小龍女配 我覺得她不會 她已經走到 神雕俠語的下一步了 對 就是神雕之後 是倚天屠龍 所以倚天屠龍 它可能發生 可能不發生 但是我留下這個伏筆 我的看法其實 討論金庸就到這裡 但是對於政治的 真正的看法是認為 蔡英文跟賴清德 基本上他們已經到了一個 就是非常和平理性分手的時候 如果蔡賴沛可以成形 此刻的賴清德 她沒有必要堅持要走 我知道我今天也聽到很多一些 政壇媒體的朋友在跟我討論說 看起來應該是蔡賴沛 但是我認為不是 你常常挑戰你左手邊的 蔡英文拼死要找他 但是他會像神雕大俠一樣 讓你永遠找不到他 蔡英文就是那個郭襄 他想要找這個 找了40年 完全都找不到人 最後就洛法維尼 創了俄眉派 所以就是以後以天屠龍街 大家回去看 他是這樣的脈絡 但是今天如果賴清德 他真的願意跟蔡英文 留下來一起打拚 從蔡英文他1124以後的這些 回廊談話 臉書 一國兩制的拒絕 他的人氣有起來 情況之下 他沒有必要這時候要走 所以賴清德就是為民進黨 留下一個不選擇蔡英文的機會 簡單講就是這樣 完整的論述 我不一定要出來挑戰蔡英文 可是一旦 大家以為獨派四大佬沒了 沒有 他們是在最壞的時機 公布了那封公開信 我在跟中國大陸在立抗的時候 你獨派在後面扯後腿 所以銷聲匿跡 他是掉下去而已 他還會浮上來 你把那個東西丟到水裡 木頭丟進去 他還會浮上來 一兩個月以後就會浮回來 在農曆過年期間 今天賴清德他在這段期間以後 他會再被期待 再被選擇 即使是此刻像林佐水 或者是美女島電視報的 吳子佳董事長 他對蔡英文還是沒有好話 認為他是不必的 就是說你根本不可能 對民進黨帶來下一步的希望 所以因為賴清德知道 以他現在這個位置 在繼續擔任蔡英文的幕僚長 也就是行政院長下去 他根本連失去挑戰蔡英文 或者我們不要講那麼辣 失去民進黨的另外一個選擇 所以我今天留下來 留下一席火種 留下香火命脈 我至少還有一個人可以選 那個人就是賴清德 未必如果說蔡英文總統 現在開始往後三個月 民調一直往上爬 然後看起來也很有戰鬥力 然後他跟孫昌院長的配合 也很好的話 賴清德跟柯文哲一樣 他可以說 我不要出來挑戰你 我也沒有要挑戰你 我是因為到時候 如果人家要我出來的時候 我會有一股力量 獨派 四大佬 他們的選擇肯定不是蔡英文 所以到時候 今天的分手就是他日的相逢 賴清德他至少留下了一個 可以讓民進黨 再選擇蔡英文之外的 另外一個選擇的機會 立文還是神雕俠女記去演 韋漢說要演到以天獨龍記 不是 蔡英文確定了 他是擋了提名人之後 他才會去找副手 對 所以還沒決定 他所以到時候 只要確定的是蔡英文 蔡英文就會去找賴清德 賴清德就會同意嗎 他很難不同意 所以他也只能同意 所以他日相逢 有可能是跟蔡英文相逢 有可能是跟獨派四大佬相逢 我補充一句 就是立文姐講的這個是非常可能 是現在的主流看法 但是在蔡英文 挽留賴清德的過程當中 這種事情會沒有討論到嗎 我為什麼要你留下來 我之後 我蔡英文要參選這個東西 連任沒有問題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需要到什麼程度 應該都談過 但是對方選擇不留下來 就是很明確的訊息 我沒有要跟你配 我要跟你配 我就留下來就好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還是那句話 可是等一下可能會討論到蘇恩昌 今天他結構 蘇恩昌跟賴清德 還有蔡英文的關係 在我看來是等據的 也就是說他今天忍辱負重 即使10月28號的時候 被蔡英文在他官邸裡面 一個記者問說 請問總統聽說 蘇恩昌院長已經答應要去院長了 我又沒有徵詢他 他怎麼答應 這種近乎羞辱式的說法 當時我就有在我們售後融講了 他日再來看如果是蘇貞昌 他怎麼自圓其說 都不用說 蔡總統不用解釋 蘇貞昌也很靠近今天去那邊 就表示說他忍下來了 當年那個 請問你要給我什麼工作 請問你要叫我做什麼 連問九次到那麼尷尬的 那一天的蘇貞昌跟蔡英文 已經今日今時都不一樣了 當年的蘇貞昌跟蔡英文 是一起在爭取黨內初選的 他們是競爭關係 但是此刻的蘇貞昌 我想說這個老記福利志在千里 他要的已經不是 孫恩昌做好行政院長的工作 不會威脅到蔡英文的2020 但是賴清德的行政院長 這個工作就是做得太好 蔡英文內心會有點緊張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差別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孫恩昌忍下來了 為了女兒也好 為了他這輩子 最後的一個政治舞台也好 他會拼命去做行政院長 我今天看到有國民黨的委員 在立法院開記者會說 失敗者聯盟 說他輸了很多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記者會 不是太聰明 因為雖然陳其邁跟孫昌 還有林佳龍 不知道他會接通部長 都是敗選者 可是他們在選後所受到的 民眾的回應跟期待 非常不錯 孫昌昌花了四天的時間 新北市去掃街 他去借票 而且是淋雨 民進黨的人對他是非常激動的 所以會挺他的 陳其邁開啟臉書模式 跟大家直播也回溫了 這種時候你去嘲笑說 他們是失敗者 可能會太小看了 這個內閣的戰鬥力 我覺得這個內閣的戰鬥力 會比賴幸德的更強 因為蔡英文不會擔心 這個出格或者是出眾 或者是非常有戰鬥力的院長 會威脅到我 所以他的配合 我認為會更好 所以接下來民進黨戰鬥力 會比1.124之前還要強